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下PVP的连席基础 这个班级它是定位在基础 下个礼拜还有一个叫PVP连席进阶 其实这两个课程到时候我都会把它做成影片 然后让你们知道说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希望你都去看一看 其实在简报制作的过程 我觉得这应该是OPS软体面最好玩的一套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花6个小时来跟各位分享 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范例跟讲义 就在这个网址 那影片的话只要等我今天上完课 然后再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你就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连接进去了 好 那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羊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teacher.son 小老鼠 方便各位日后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写信中联络 那除了写信 我也提供了WeChat跟Line的方式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交我为您的好友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之前大概教了20多年书 最后是在巨匠电脑总公司专任讲师 然后有教授的电脑时数也超过8万个小时 你大概可以算一算20多年嘛 都已经快30年了 那可是后来我就想说 我有很多的电脑证兆 也出了很多电脑书籍 也回答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干脆我就把这些课程呢 全部把它做成教学影片 就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只要输入在YouTube 输入我的姓名 你就可以找到我的很多很多的影片 最好是用主题式的搜寻 你只想要学以校里面的书没有分析 或者是简报里面如何从word 把标题传送过来 输入主题就可以找到 我总共有2700多部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那可是到了大概40岁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的人生应该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在那个把我的所学跟生物学家 跟医生结合 看能不能解决人类这个癌症的议题 当然只要能够对于人类有一些贡献 我就觉得还蛮值得去奉献跟付出 好所以我就跑去阳明大学 再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我想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展到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那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上课的办例跟讲义下载的位置 取得这些资料之后 我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上哪些内容 那在这边各位都有看到 这个https冒号写信写信写信 goo.gl 好其实这个前面完全不用背 因为这是Google的短网址前面都是一样的 全世界都统一 那后面的这六个英文字母 在白板上 好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 把今天上课所需要的 范例跟讲义都下载的方法 首先打开Chrome 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网址 所以你当然需要一个浏览器 例如说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网址列 网址列这边就请输入 H ptps冒号斜线 go.gl 斜线 接下来后面这边有 YTZ RXP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按一下 你可见 好就到了这个地方 您看 从过往我教学 教学所有 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讲说 不要再写出了 我们干脆把它做成影片 我大概就从2016年开始 所有之后的教学 应该2015 2014 2014年开始 我就全部都发在这边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够你不眠不休学三年吧 OK 不过我的专长是在大数据分析 AI 机器学习这一块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自己再找时间来去看 那这中间两个月没有任何的课程 是因为我跑去美国为福部做学术交流 今天应该是我回国后的第一个课程 OK 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看说2019年 简报制作基础 简报制作基础 这一列 这里面有讲义有范例 那这些课程都还没有上 这是接下来 接下来后面的课程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不要选错 这是今天日期 2019年8月30号 这边有讲义下载 所以当你需要讲义的话 你就点一下它 然后 游标放在这一个档案的左上角 点一下 它就会进行档案的下载了 那接下来 回到刚刚这一个 我们输入 goo.jl 协计YTZRXT 这一个网址 这边有一个简报制作基础的范例下载 要麻烦请各位 把这里面每一个范例都下载 我点这个讲义下载 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就点这个档案的左上角 就有下载了 所以麻烦请各位 把讲义下载 还有范例也都下载 只是我不想要 刚刚早上还有 我昨天我测试 全部都是正常的 再麻烦你们完成下载的动作 下载好的档案 会放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打开这个资料夹下载 这边就有刚刚下载好的档案 稍后再继续跟你们分享 现在就要麻烦 请各位动手做一下 范例跟讲义的下载 所以我就打开这个Chrome 然后输入网址 我范例放置的网址是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9.GL 斜线YTZRXT 要打在网址列 然后接下来在 刚刚范例下载 所以我现在点范例下载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 1 2 3 4 5 6 6个档案 都麻烦请各位点一下 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点这个全部下载 它会变成一个压缩档 然后你到时候再击压缩就好了 好 所以我现在就分别点它 然后再点一下 每一个档案都点一下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这些档案在什么地方 所以再花一分钟 然后我就要进到下一个课程 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 范例的下载 因为我刚刚已经下载过了档案 那这些档案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好 那 针对 从网路上下载下一个档案 我们就要打开这个资料夹了 打开这个资料夹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下载这个地方 本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然后去找到 决定来说 我刚刚是不是有一个档案 叫做OBIS 2010 TIPS 40招 然后有一张图片 然后有一个简报范例 超市范例 然后有一段影片 然后自我介绍的简报 还有讲义 这些都是我刚刚 逐一下载下一个 当然 您可以这样理解 下载 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当然就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可以理解吗 其实资讯在做测试的 在做考试的时候 几乎答案就去题目里面找 一定可以找到 有点在问说 请问王小明的信是什么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是从网路上去下载 所以他当然下载下来 会放在什么地方 本机的下载 好 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讲废话 但这就叫逻辑 这就叫逻辑 好 麻烦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我个人的习惯会把这些档案 不要放在那个下载里面 我会把它全部捡走 把这几个档案全部都捡走 如果你只要按照修改日期 你会发现这几个的修改日期 都会落在今天 今天 今天 好 如果你排序一下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几个档案 你把它全选 捡走 捡走就是捡下 然后放在低词别基里面 建立一个 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 例如说叫做PPT 研习基础 研习基础 搬 然后 贴上 你看刚刚那些档案 是不是从下载里面搬走了 记住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然你的下载区 其实跟垃圾堆 垃圾桶 是一样的 可以了解 真的 你回去检查一下 我希望你们稍微了解一下 你不整理你的下载区 最后结果 它就真的像一个垃圾桶 提供各位们参考 麻烦请各位建立 把刚下载下载的档案 放到这个指定的资料夹 我们再来继续分别跟你介绍 这个PPT研习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大概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其实在PPT基础班里面 虽然说像某片啊 样式啊 我可能会比较偏重放在进阶 可是在初阶也不能不谈 所以只是谈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就会先告诉您说 其实一个简报的制作的流程 然后再过来我们如何去制作一份简报的顺序 就会整个跟你分享完毕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某片的运用 当然简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整体的美观设计啊 还有像例如说文字的设定 那动画这些都是简报设计里面 要跟各位分享的简报设计 所以这边有一些互动简报 那最后我们会跟各位分享就是简报的输出 简报现在已经很少人会把它做成 例如说讲义 我们可能会放在例如说网站上面 然后透过一个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简报 叫做简报线上发表的方式 来去呈现给更多的人看到 也就是视讯会议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这都是我觉得在PowerPoint的里面蛮重要的 但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有准备了这个范例 有准备了一个范例叫做OBIS 2010 tip 40 这一个档案 我觉得说当我们今天要告诉你 就是简报如何制作 我觉得第一个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简报的前身 大部分的简报的前身 应该是来自于一份Word的文件 我们做简报之前可能会有一份Word的文件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这句话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可能你的主管跟你讲说 好我现在有一份Word的文件 麻烦你去帮我做成简报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什么地方来去报告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Word的文件 我们一定会把它章节分明 段落有序的铺陈 那这个就是它的章节 那这些章节我们会希望把它传送到简报里面 当作是简报分页的依据 那通常这个时候你可能做法就是 这个是一个章 所以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全选起来 然后复制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复制 然后接下来再简报 例如说我开一个新的简报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就贴上 好我是不是就把Word刚刚那个标题 第一章的成功简报关键篇贴来这边 然后接下来再回去Word这边 然后把第一节如何快速拟好简报制作 然后复制复制完毕之后 然后贴到这个简报这里贴上 您是不是这样做 那假如说这边Word 我们这边有10个标题 2我是不是要复制贴上10次 对不对 对吧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现在就要教你自动化 你要记住一件事 如果你重复做3次以上的复制贴上 就请你一定要写信问老师求救了 所以我的电子邮件应该还蛮有用的 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就写一封信 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知识 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记住你的人生不应该只在做复制贴上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快速的把这份简报给做完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请你们先打开这个Office2010TIP40招这个档案 那打开的方式就是快速点两下 刚刚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Office2010TIP40招 你就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先检查你的Word文件 它有没有编好将跟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检视功能窗格 来去打开这个部分 打开这个其实应该叫导览 导览 这个导览的视窗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很长很很长42页的文件 它里面张跟结它已经做好了 所以前提你一定要先找到一份文件 它张跟结都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张跟结快速传送到PowerPoint去 好 那在PowerPoint的2016 它放在这个地方 档案选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自定功能区 跟快速存取工具列 有看到吗 这个 在这里面 这个叫做快速选取工具列 快速选取工具列 这个部分 叫快速选取工具列 然后点选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它在2008 Office有2008 Office97 Office2003 Office2007 2007之前那个版本 它都还放在功能区里面 可是到了2010开始 它就不放在功能区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接下来大概把这个卷轴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都变成隐藏版功能了 好 我现在要介绍这个功能 也变成隐藏版功能 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有一个叫做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有看到吗 这个你稍微稍微拉到这个位置 稍微拉到这个位置 稍微拉到这个位置 记住的是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你相信吗 PowerPoint的里面也可以去玩 那个俄罗斯方块 好 这都是 这都是它里面写了一大堆隐藏版的功能 好 那卷轴拉到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然后新增 就传过去了 它会放在这里 你现在新增快速存取工具列 把一个功能放到快速存取工具列 所指的就是放在这里 然后点选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叫做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轻轻松松点它点一下 然后数7秒钟 它就做完了 这是刚刚做的 例如说 他就把那个标题1放在标题这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10个 有10个指标 就是标题2 然后接下来 你再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第二张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是不是有两个 依此类推 而且它真的非常重要 你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一直做复制贴上 而且你可能会贴错 或者是重复贴 好 我再把刚刚要请各位打开这个word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在档案 然后点选选项 然后接下来点选快速存取工具列 然后接下来不在功能区的命令里面 请把卷轴 第五个动作 把卷轴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有一个传送道 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传送道 你稍微往下卷动一下 好 或者往上卷动 因为我已经把它搬过来了 我已经把它搬过来到这个地方了 好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看到 例如说我现在先把它移除掉 然后我现在稍微往下来去找传送道 然后点选新增 然后接下来点确定 然后就会放在这边 接下来你只要做 在我的档案里面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点他点一下就好了 来麻烦 然后完成的结果 他就会讲这样子 就会有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七张 如果我有七个张 很多个节 他就会做一张来去做出这样子一个简报内容 好 麻烦请各位来去尝试动手 把Word的标题文件传送到PowerPoint 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简报之后 我们应该说才算是一个简报的开始 因为这些都是文字的叙述 文字的叙述 其实在简报里面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 就是说非常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漂亮美观的 所以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新的创意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首先 首先 当我们今天想要去制作一份新的简报 我 一定要告诉你 它有太多太多非常棒非常棒的新的样本 新的布景主题 新的范本提供 您可以参考使用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当我点选建议的搜寻简报 然后这里面有多好多 你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影片的开场那种画面 像例如说这一个画面 当然你要考量到就是说 这个画面很漂亮 但是实不实用 适不适合用 举例来说假设你要去做一个到 例如说用 用什么平安米取代 取代那个经营名字 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倒觉得说 你用这样子一个主题 你换成这样子一个封面 是很适合的 所以你要去想说你要做的简报是什么 然后找一个类似的 像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一个 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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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你有已经明确有一个标题 你都可以选择这里面的范本 那我现在我想 以这个 这个范例来跟各位来去参考 来去讲解一下 那我现在选择的是健康与健身简报 然后接下来这个范本点选建立 我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当然我不是要去做健身的简报 我可能要介绍 例如说 桃圆市政府的一个宣传简报 这个时候 你可能等一下就会发现一件事 我们可能这些内容就不太适合 我们就要学会换图片 我只是要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范本 然后提供给你参考 可是当你范本打开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好多种样式 有可能要塞图片的 有可能要放表格的 有可能要去做一些smartart 这些都会在我的课程里面跟你分享 你不要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千篇一律就只放文字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打开简报之后 你应该要知道 简报里面的范本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请你点选简报 档案新增 然后新增里面 你可能针对几个不同的范本 你可以打开来看一看 你一定会觉得说 好多很棒的范本 尤其在这个地方 简报里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而且稍微修改一下 各局处应该都可以来去使用 因为简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宣传 宣传就是要把它做的 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或者是一看就觉得很舒服的简报内容 好麻烦请各位来去看看 您的HowPoint的软体 是不是也多了好多的范本在里面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嗯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份简报 你应该会有简报的标题 那个标题就是word的标题 例如说 刚刚那一份叫做office2010 tip40招 那应该在这个地方简报的标题 应该就变成word小技巧 对不对 word小技巧40招 好那当然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做一份简报 是介绍桃园市政府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标题换掉 例如说桃园市政府介绍 那接下来呢各位我们要先学一件事情 在它已经设定好这个样板 你不想要去动它改它 你只是要换图片 这样子有一个很大好处就是说 我们本身不是学美工 对于那个排版也不是那么 就是说对于怎么编排那个板 可以做到很漂亮很好 我们也不是很有经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我们只要换那个图就好了 所以如何如何版不变 样版不变 但是我只换里面的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提供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我现在要插入 这样子的一张图片大小 所以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要特别教 是因为说我们使用图片 你会希望说它这张图片 有没有受到智慧产典权保护 我们会希望不要随便的恶意滥用别人的照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从你的档案 你自己拍 你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放到本基端 这叫从档案 那有可能你自己拍好照片 你放在云端上面 这都是你个人 所以这都没有智慧产典权的问题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网路上面那么多的图片 可是很多图片 它有没有受到智慧产典权保护 所以现在我要教你的是这件事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桃园市政府 然后点选搜寻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但是请你注意这一个选项 仅限Creative Commons 这个就是谁设计的 我们通常会尊重原制作者 然后会告诉他说 这个作品是出自于谁谁谁之手 这是Creative Commons的图片 如果你不设 如果你选全部 那就可能会选择到很多 他有一些额外限制的 例如说你可能会用到 别人不希望你使用到的图片 例如说他可能希望你不要做商业用途的使用 所以建议各位 我们一定要把选项设为 仅限Creative Commons 那对于关于Creative Commons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深入了解 其实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你就会知道 这些图片的意义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选择插入这一张图片 各位一定认得出这张图片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对 好 点选插入 他是不是就把那张图塞进去 而且他有没有塞整个把它扩大 没有 他会以长或者是宽为一个极限 陈屑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手动 手动要稍微调整一下 比如说可以放到左边一点 放到右边一点 可以吗 你稍微把它变形一下 并不会就是改的很 就是说 就是 一般人可能也看不太出来 你有做那个宽度的一个调整比例 宽度比例的调整 可以了解吗 滑鼠右键 然后变更图形 变更图形 然后去挑一个 例如说适当的适当的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输入桃园市政府 因为我就是要介绍桃园市政府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搜寻 记得 记得 好 好 例如说放这一个好了 插入 好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左右的调整 当然这个图片 当然这个图片还可以再做修剪 只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并没有动它的版 我并没有修改它的版 然后你只把图片放进去 这是变更图片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动手来去尝试修改一下 这样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桃园市政府 就针对一些影像 例如说这个影像 这张很清楚对不对 这张也很清楚 可是这张其实这边是不是模糊的 当然你要部分清楚 这个地方清楚这边模糊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学 例如说摄影了 好我只是提供给你做参考 但是他这边其实有提供 有提供 例如说在图片工具 当你点了图片图片工具里面 我们点格式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美术效果 美术效果像这边就会有一些模糊 有看到吗 就是部分清楚部分模糊 就是让你的那个美感提升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在简报里面 因为这个图片很大 通常我们在播放 播放这一张 播放这一页的时候 速度又好慢 我现在其实已经按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 刚做了这个图片工具格式 然后美术效果 然后就可以把一些影像变得 有部分清楚部分模糊 好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样子做出来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好那这就提供给你参考 可是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 我们要回到刚刚这个主题了 请问这样封面会做了吗 例如说好了 你现在可不可以把这一张做好的投影片复制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刚刚我是不是做 你看这边我刚刚做了一个模糊 所以就是当你今天放大了就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种效果还不错 就是不会给人看起来说那个差异很大 我刚刚复制的那一张我是不是可以贴到贴到这边 直接贴上 然后把这张投影片搬到上面去 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另外那个封面 然后接下来放置有这些文字的内容 好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是说成功简报关键篇 成功简报关键篇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份简报 简报里面是不是有大纲 简报里面是不是有大纲 那这个大纲我就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我就直接从这边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复制 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 这个不要贴到这边 这个我就写大纲 然后再接下来到这一张 然后再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你觉得是这样做吗 不是嘛 不是对不对 好 杨先生 我最尊敬信杨的人 那你要怎么做 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完 我刚刚教过 我们刚好有没有信仰的吗 他没来 所以用什么方法 有没有同学 好心的同学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做完这件事 有 那就是什么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可是你要先做一件事 你要先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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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任何一个标题二 或者是游标放在这个 先放在标题二好了 然后常用底下 有一个叫做 选取 我看怎么做会比较快 选取相同设定 就是把所有标题二都选出来 可以吗 这个标题二选到了 然后全部把它改为内文 为什么 内文不传授嘛 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 我再把那个标题一 我这里面是不是只剩下标题一了 标题一把它选取起来 会不会选 选取相同设定 标题一 是不是都选好了 这个 游标放在这里面 然后 选取相同设定 可以吗 我现在全部都选好了 请把它改成 标题二 标题二是不会整个都放在同一张投影片里面 然后接下来你再点它 我这边做这个动作要花一点点时间 可是事实上这个动作在我自己的本极端练习的时候 真的七秒钟之内就做完了 可是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刚刚做这两个小动作就把标题二改成内文 然后标题一改成标题二 我现在输出过来 它就全部都在同一张投影片里面 那个内容是不是就是我的大纲 您千万不要在那边逐项的复制贴上 好吧 它跑不出来我也不请你们做这个动作了 可是你们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一样是用刚刚那个功能 因为真的主管给你做简报的时间通常很有限 他要不 例如说三天前给你 你就应该他三天前给你一份货的文件 你就要觉得说感恩戴德了 为什么 通常有时候主管他可能蛮忘记了 但是他要去报告之前 简报还没做 这个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十八般武艺样样 搬出来去制作这个简报的事 好 那我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一页 这一页 例如说当我们今天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们不能放太多的重复字 因为简报 简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它不能放太多的字 可是你可以放图片来去说明 所以简报我们就把一些重复的字删掉 什么叫重复的字 你看 你觉得这句话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像形容词通通拿掉好不好 一问问句也拿掉 如何拿掉 快速是不是形容词 拟好形容词 全部拿掉 那请问这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是不是这边已经有简报了 所以简报两个字可不可以拿掉 可以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简报里面重点是字还是图 绝对是用图 绝对是用图来去说明 那个字是你要用语言来去替代掉的 对吧 这跟word就不一样 word是不是文字是主角 因为你不能说给别人听啊 你只印出来给别人看 好 所以简报的重点是这个 那请问你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什么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就是请把主持留下来而已吧 可以吗 删掉 然后把简报两个字删掉 他这边就在讲文字 那这边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 所以 你想简报里面是不是相片很重要 对 通常我的学生都不会理我 我就只好自问自答 不愧专业美工也能在简报中修出好相片的技巧 所以他这边是不是讲好相片制作的技巧 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请问跟上面是不是相片一样 所以呢 是不是这一项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可以吗 可以 会玩我现在说的事情吗 你不要放一大堆的文字 放一大堆文字是word的文件 绝对不是简报文件 所以 请你现在修改 我就只请你们修改这一个 简报 成功简报关键篇 最重要的是哪几件事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对答案哦 然后帮我数一下你最后剩下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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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一张头影片 它其实有724法则 那什么叫7 其实后来因为我们的荧幕的关系 可能变成8 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介绍一下什么叫724法则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选项 我先复制 然后贴上 我先把这里面内容 全部都清掉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是没有的 因为它只有1列 它现在就只有1列 但是当我今天我输入 1列 2列 3列 4 5 6 7 8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输入8列的时候 它都不会有问题 可是在之前的版本 只有7列之内不会有问题 可是当我今天输入9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符号就出现了 而且所有字的字极大小缩小了 好 我再把它删掉 方便让你再看一下 你看现在字极大小 是不是28 可是当我今天输入第9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字极 这个字极 还没有变小 等一下 10 有没有发现 它字极会缩小 字极大小会缩小 这件事 这就是我们讲的 724打折 就是最多7列字 那里面最多最多 不要放超过24个字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算一下架构 两个字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0 15 16 22 23 24 25 26 是不是超过了 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 尽量不要放太多的文字 它有这样子的限制 那如果说我今天 因为它123 4 5 6 7 8 所以你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我现在就要教你 把它拆分变成两页 通常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人家就会写说什么 Continue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下面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页 所以我现在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把这一页 这一页复制 这一页我先复制 然后贴上 我先教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一张投影片 拆分变成两张投影片 但是请问你标题会不会改变 不会 标题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一张投影片变成两张 在这个地方 这个功能还蛮重要的 这边有一个叫做 分割两张投影片间的文字 可以吗 在这里分割两张投影片间的文字 所以这边是不是一张投影片 这边也是一张投影片 而且这一张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的标题 是不是跟这一张投影片标题一模一样 通常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会加一个字叫做序 可以吗 就是继续 刚刚的这个主题 这个标题它还有继续的内容 好 所以请你们要先学会一件事情 就把一张投影片拆分变成两张 其实都是就做一个动作 记住 因为超过七列 超过这边它规定 你先变成超过八列 不含八列 你才可以变成拆分参两张投影片 请你们先动手 做一下 那我们刚刚来去看 还是回来看一下 我把这一张投影片 还有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做法 也提供给你参考 我不想要分成两页 我就只想在一页里面呈现 那请问你在乌尔德里面 如果你把它变成在同一个段落 应该说是就是这个范围中呈现 这个我们叫做分解 叫做分蓝 对吧 所以在PowerPoint的里面 如何做出分蓝效果 所以我一样先把这一张复制 然后贴上 好 一样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把它做成分蓝 那怎么做分蓝呢 选这个图示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将投影片变更为两蓝 那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1234 这他认为的两蓝 为什么 这边是不是 1234 5678 我刚刚是不是有告诉你们 那个724法则 后来改成824 所以请问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两蓝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第九列的文字 也搬到第二蓝去 请问你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 4 或者是这边是5 这边是4 你要怎么动 你没有同学 可以跟我分享 我现在在问你 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下面这个 拉伤了一点 对 不是吗 你们在我的里面 其实也是在做这种事情 对吧 对了 可以了解 记住 这一招是我看过 我觉得 因为我跟你讲 当你今天分到下一页去的时候 那个要增加别人的专注力 不然通常别人都会问你说 那你刚刚讲的 他忘记了 有可能 现在他就不会忘记 因为在同一页里面呈现 所以我觉得分蓝的效果 建议各位比较常用 而不是这种效果 可以吗 所以都有 可是我建议各位在使用上面 这种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建议各位 选择这种方式 要记得把这下面 稍微往上提高一点 你就可以达到 例如说这边有四个项目 这边有五个项目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分蓝效果 好 我现在我要来跟你们分享 其实不管是这个方式 或是这种方式 呈现很多个文字 我觉得还不如 把它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例如说成功简报关键篇的大纲 这个应该叫做大纲 不对 这已经不是大纲了 这应该就是成功简报关键篇里面 它几个重要项目 所以我可能会设成转换成Smart 例如说我换成这种方式 我给你们做一下比较 你看哦 这边复制 然后贴上 我是针对这个选到 选到投影片去进行 复制投影片 贴上投影片 针对这样子的内容 我觉得把它转换成Smart 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你现在观看这张投影片 跟这张投影片 你有没有觉得 这张投影片比较容易吸睛 而且有顺序感 然后比较让别人愿意去观看 否则看太多的文字 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眼睛会疲劳 所以我们比较可能用这种 漂亮一点的图案 吸引别人去吸睛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调整一下 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当我今天转换成Smart 这里面你可以去变更色彩 变更色彩 好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例如说第一个色彩 它就变成很多各个不同的 不同的颜色来去呈现 再来我如果说呈现比较立体的方式 比较立体的方式也不错 比较立体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比较倾向 因为我想一口气又介绍完 就是转成Smart 然后变更一下色彩 好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连动画都讲完 因为这个是有连续性的 你不这样设计还不好 所以我直接在动画里面 假设我今天设定为出现或飞入好了 那请问你飞入的话 飞入我就会希望说从左 从右边跑到左边好了 比如说效果选项 从右至右 然后可是我比较喜欢的是 一个一个跑出来 一个一个跑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动画窗格把它设定效果选项 Smart改成一个接一个 因为只有Smart的物件 你设动画是比较特殊的设计 它有针对Smart做这种特殊设计 好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就一个一个跑出来 这样可以知道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重点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也可以一个一个飞入进来 但是我觉得 这边是不是浪费了 很多很多空间 不美 可是我刚才做了几个简单动作 它就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而且甚至动画整个都做完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滑鼠右键转换成Smart 例如说这边有很多项目 你都可以自己去选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当我今天有顺序性的时候 我就用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我可以去变更一下色彩 第三个动作变更色彩 例如说我选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变更里面的立体化 好立体化 例如说选这个 看你喜欢什么 好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各位直接把Smart的动画整个设定完 例如说动画里面 假设我设出现 我要一个一个出现 那当然是从架构开始出现 一直到最后 Elearn me 然后接下来记得在这里 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Smart动画改称 一个接一个 确定 好我只是希望说你们稍微知道 像一个这个出现 再拨这个 好 依此类的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Smart 然后玩好Smart之后 我们就要下课休息了 休息10分钟 所以44分之前进教室 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简单的比较 您觉得这样子的文字叙述 跟这一种 这一种范例 这样子一个图示呈现 你觉得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 应该是下面这一种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都可以去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而且得到一个结果说 这种图示画的呈现 会优于文字的表达 所以建议各位未来 尽可能把那个文字 就是拆解减少使用 然后变成这种图解式的方式呈现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教你们一点那种 图解式的一个制作方法 给你们做参考 例如说 例如说 我这样子好了 我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刚刚有一个很重要制作简报的逻辑顺序 我觉得要先讲 好 那例如说我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新的简报 叫做自我介绍好了 自我介绍的简报 好 那当然我就用一个空白 空白 空白的投影片 因为我是要告诉你那个简报制作的逻辑 例如说 我现在重点是要介绍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请问一下 自我介绍里面呢 我的第一章会放的是什么内容 我的第一章会放的是什么内容 自我介绍 就是当我们今天在介绍别人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说先介绍我的工作 再介绍我的学历 再介绍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应该是先把自己 自己介绍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一个第一章投影片 应该是先介绍自己 那接下来 请问下一章你觉得要介绍谁 或者你觉得要介绍什么 请问学经历工作 你要先介绍什么 你要先介绍什么 学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先学 学完 然后我们才会去工作 工作才会产生经历 对不对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随便放 这是不对的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介绍自己的学历 当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 会把例如说 自己家庭的成员也介绍完毕 好 那在接下来 我学历介绍完毕 接下来就要介绍什么 经历 好 那在接下来要介绍什么 在接下来要介绍什么 兴趣 专长 可以吗 假设今天我把我这份简报 介绍完毕 别人可能会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会是问我 会是问我学历 还是会问我专长 如果是人士 他要去找适合的人才 他当然是先看 先看你的专长 可以了解 好 我现在再换一个题目了 我现在换一个题目 你要记住 因为我觉得 在制作简报 那个逻辑性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是 例如说先介绍学历 再介绍自己 然后先介绍兴趣 再介绍经历 这都是不对的顺序 好 什么叫正确的顺序 就是这个顺序 自我介绍完毕之后 你当然要先介绍一下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现在几岁 然后家庭成员有谁 然后 那个接下来 比如说看你要从 大学开始介绍起 还是要从国小开始介绍 反正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学历 然后经历 好 那我现在再开一个新的档案 能不能我们集市广义一下 介绍桃园市政府 所以下一张是要介绍什么 下一张介绍什么 那个人要是谁 市长 对吧 对不对 总会有一个起始点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介绍什么 地图 不可能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一刚开始 告诉别人说 你要怎么来 桃园市政府 对吧 一定有地图 但是地图在蛮后面的 可以吗 有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下一张要介绍什么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 再下一张 下一张要介绍什么 各机关 对不对 各机关 然后机关的那个 那个介绍 组织架构完毕之后 就是业务之战 好 你们这样大概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但是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桃园市政府介绍的简报 是怎么做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 网路上通通都有 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就输入 桃园 我觉得桃园县政府也会有 这些东西 是桃园市政府介绍 这边这个是地震局的介绍吧 这是实际 可以了解 这是桃园市政府做出来的非洲猪瘟疫情的一个介绍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你们如果说需要用别人已经做好的 你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找到 好 那了解了这个制作简报的逻辑顺序之后呢 我们继续回来介绍 好我们继续回来介绍 那个刚刚是不是介绍到smart 对不对 那smart的使用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了 这个smart呢 它优于这种文字的介绍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当今天这个smart 当这个smart 你可以针对它的设计去做转换 如果你把它转换成文字 它就恢复回来了 只是格式就会跑掉 或者是你把它转换成图片 这里面的这个文字还是可以做修改 还是可以做修改 但是它就已经变成一张图片了 向量图 向量图片 好 只是特别提醒你 它有这样的设定 那我们转换成一张图片之后呢 它的动画动画就会自动被拿掉 所以这点是可能各位在转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先把下面这几个不好的 先把它删掉 我想要介绍更多的smart的应用 好 举例来说 我现在我新增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假设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有一个行程 有一个日程说明 日程各位知道吗 比如说几日几号做了审视 或者是桃园市政府严格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时程总览 时程总览 可能有些人他就会把它做成一个像表格的方式 比如说4月11号要去做什么 4月然后开始报名什么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像这样子一个内容 像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转成smart的方式 我觉得会优于表格的呈现 优于文字的呈现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去把它做得更专业一点呢 首先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其他smart的图形 例如说你可以去发现我这个是有一个程序在的 就是4月11号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型的日期变化 所以我会希望它有先后顺序别 既然有先后顺序别 所以我觉得它会有一个程序 既然它有程序的话 那是不是在这里面找 所以找流程图 流程图里面 流程图 好我先找全部好了 因为我想要找下一页这种 这个真的在清单里面 清单我现在选择是这一个 确定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把这个他把这个不列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会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但是这个话里面没有日期 所以他认为说跟这无关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的 本来它长什么样子呢 复制别赏 本来它长这样子都是文字 现在我用滑鼠右键转换成SmartArt 然后接下来再去选择 选择其他SmartArt清单 清单的这一种确定 它是不是就快速产生 变成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要再调整 调整什么呢 各位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是日期 可是我会希望说 这个日期 旁边的文字放在另外一边 放在另外一边 不要都挤在一起 所以请问 有没有可能再去产生另外一个 好 例如说 我现在插入文字方块 第一个放的就是这个 业者说明会 贴上文字 然后这个报名 剪下来贴到这里面 接下来这个提供宣传手册 把这些文字 透过文字方块再做一个 然后接下来 请问这边是不是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可不可以也把它转换成Smart 例如说转换成这种项目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去垂直卷轴 就是把它设大一点 设成跟它其实是可以对到 刚刚好的位置 123456 好像没有对到 1234567 应该有7个 好 这样就会对到 然后接下来 记不记得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例如说变更色彩 永恒色彩 然后把它变成 例如说立体的方式呈现 然后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增加 我现在重点是要告诉各位 两者之间 两个Smart重叠在一起 可以做出另外一种效果 好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去 把这个范例打开来 简报范例 20190830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是不是日程 日程 一样我们透过转换成Smart 然后挑 我刚刚挑的方式是清单里面的这个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又再产生 就是一个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里面就放这些文字 然后把它就是说分别减下贴上 然后再把它转成Smart 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两个Smart重叠的效果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再继续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是有时间顺序的一个应用 再来如果说我今天是做那种 找到一段新闻 对不起 新闻 像这一个内容 它本身就是一个日程的规划 然后接下来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段文字 还有一段文字 它不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剪走 剪走 然后贴 各位会不会剪下 应该会吧 选到它之后剪下 然后贴上 贴上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文字方块 插入文字方块 然后贴上 就变成说 假设你今天你把原本 原本它变更一下色彩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 就是变成文字说明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你可能会有一些备注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简报内容 的一个设计 所以请把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请把标题啊 跟内容稍微调整 谢谢大家 他主要是 comple Community 以後面就 1 2 3 4 6 最重要的是 1 2 4 6 現在主要是 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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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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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逸得逸wise othe evangelize 我只能하신 我只能把他们换 谁增溪 感谢观看 要有关系的感觉 好 在接下来我们从新闻稿 新闻稿把它变成SMART 我觉得也学习一下会比较好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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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怎么样可以找到桃园市政府的市政新闻 我想应该你们都很容易找到 所以我刚刚是以第一则 8月29号这一个新闻为例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看北景云计划预计 109年10月竣工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北景云计划 然后的一个说明 然后接下来他这边主要是在巴德区 就是市长在巴德区主持 然后要做什么 要做哪几项呢 将一口气设置七大设施 七大设施有看到 这七项设施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我先把这七项设施直接复制 复制好之后呢 我就回到我的简报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做这一份简报 那我就在这后面新增一张投影片 新增然后直接把它贴上 会不会贴上 那因为你贴上它是什么文字 它变成一个就是它的次标题的文字 要把它变成项目一项一项的文字 也就是说刚刚那个北景云计划里面要做这这么多项 有一个公共设施 好 那它的标题 这个标题 标题就是这一个 北景云计划 可以吗 北景云计划 好 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里面 可是这样子好不好看 不好看嘛 所以我们把它就是用成 因为它是一个工程 所以我就用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请问这边应该都会做 那因为这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换成Smart 然后为了我的交奖方便 所以我先复制一下这张影片 然后贴上 好 那我们滑鼠右键点文字项目内容 然后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 例如说因为它是跟工程有关系的 那我就开始去找 去找 我希望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有那个工程的设计感觉 好 假设我用这一种好了 齿轮 就是我觉得这些工程 虽然在各个不同地方做 但是它彼此好像感觉 我就是要做这些 然后点选确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只能做三项 对 这就是我等一下要教你 因为 因为你不能只学会三项 你应该会做六项七项 但是它不能加进去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啊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放在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剪下 剪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这个文字方块插入文字水平文字方块 贴上 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 然后转换成Smart 是不是又可以再继续做 刚刚那一个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意思 反正你再调整它大小就好了 那可以做三个 那可以做三个 可不可以做两个或一个 可以的 是不是还剩下一个 所以我们就再做一个插入文字方块 贴上 然后把前面三项删掉 那仪项可不可以转换成Smart 可以 要去设定修改它的颜色别 然后这个你也可以再去设定 设定它的颜色别 反正就让它做的就是很多项那种感觉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要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这个地方要放入一点文字 这个地方放入一点文字 放什么文字呢 就是放刚刚这一个 刚刚的新闻稿 刚刚这边新闻稿 它是不是说 例如说巴德 你这个工程要在哪里干 一定要去标出来 例如说巴德 还有就是我们桃圆市政府 然后巴德区 然后再接下来 那个投入的金额是 那个12亿2000万元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吗 就是已经把这一段的精华 全部都放在那个简报里面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文字的叙述 然后这个是简报 简报的呈现 你就会发现简报的呈现 可能会优于文字的叙述 可以了解 好 我希望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一 请你先找到 这个桃圆市政府的 这个新闻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这个 七项建设 要在巴德区一口气建置 七项设施 我是透过这七项 然后把它做成 因为它是工程 所以用齿轮有在那边转动的 那个图来去呈现 好 来去发想我的创意 来请你们动手完成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稍微把标题放置的位置 还有像那个次标放置的位置 稍微做一下调整 然后这样子可以呈现 另外一种情形 如果你在背景图 加上那个桃圆 就是好像那个工程的那张照片 然后把那张图片做一些特效处理 那个效果更好 例如说改成那个浅浅的颜色 好 灰阶的颜色 当底图 这样会更好一点 那就提供给我们参考咯 那关于就是 关于这样子的一个 Smart Art的应用 你们一定多多少少要学会 那我现在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个项目 拆分出来 例如说我可以复制它 复制 然后到这里贴上 好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有单纯的一个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这个 这个叫做箭头 把它给拆分开来 可不可以 因为你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方向性 那你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地方改成 改成稍微下密一点 就是不要在这个地方 稍微在这个地方转动 那这是可以调整的 那怎么调整 好 那我以这个范例来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我先把这张改成 改成 就是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方向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它可以解散群主 就是这里面针对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我们可以去 群主解散群主 群主这边取消群主 再一次 滑鼠右键 取消群主 这是不是就分开来了 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旋转它 可以吗 就是它本来 本来 那个位置是可以调整的 我只是为了要特别告诉你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 整个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 德式 我建议 我建议我们改成用一个图片 图片 图片 然后我们 从线上好了 线上来去找 那个巴德式 为什么巴德式 打出来的 creative comments的图片 都是狗 为什么 我放这一张好了 好 这就变成它的背景 但是你会不会希望说 那个背景啊 稍微更浅一点 所以它这边有透明度 可以了解吗 就是把它的透明度改成 比如说75% 你这样子 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会更好 或者是还有一招 就是填一个 一样大小的白色 然后把它改成透明 这样子的话 会增加那个底图的亮度 那要不要协助帮忙一下 那个 那个鞋铺他拿走了 你去对面跟他讲一下好不好 好 那现在就要换你们动手来去玩 做两件事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背景 背景 第二个 请你们修改 这一个方向 可以吗 请你们修改 这个方向 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样子的字 就是地下停车场 图书馆 这些字的颜色 是白色吗 清楚吗 尤其是当我今天播放的时候 它可能会呈现的 视觉的效果 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会希望说 把它稍微再多加一点 清楚的设计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边地下停车场 地下停车场 我把它变成粗体 粗体一定会比 细体来的清楚 然后接下来加阴影 加阴影 也是增加 让它变更清楚 好 还有 因为它是蓝色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对比的颜色 黄色 可是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这是针对蓝色 对不对 这是针对蓝色 那这个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 它比较暗 所以它黄色 也可以看得清楚 可是像这种比较亮 它黄色 它就变成不清楚了 不过好在 因为我有加阴影 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好 我现在一口气 我同时做 例如说 这个物件 跟这个物件 我一起去 对不起 它只能针对同一个物件去做 例如说改成粗体 还有阴影 以及质的颜色 改成黄色 因为你要记住 这个质的颜色 一定要一致 你不要到时候 变成不一致的颜色 就是 请你们改颜色 就改成一致的颜色 那 这边是质 这边是质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 雕凯体 心系名体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例如说 这边我改成标凯体 标凯体是比较正式的感觉 好 所以我建议 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 只有标凯体跟心系名体 那建议你用标凯体 在我们的简报里面 建议 请使用标凯体 那如果说你的简报里面 有这种 有一种叫做 微软正黑体 等一下 那我换这一个 来给你们看 这一个 这边的字 我改成 微软正黑体 请问您觉得标凯体比较好看 还是 这种 微软正黑体比较好看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觉得 我们投票表决一下 您觉得标凯体比较好看 请举手 好 那您觉得 这个叫做 微软正黑体 比较好看 请举手 对 一定要用这一种 心事的字体 真的 因为 曾经做过一个 就是 因为我们简报 要让你们看清楚为主 所以建议 连微软公司 他自己都说 尽量用 尽量用这种字体 因为那个 标凯体原本是从华康过来的 华康中间有中空 建议不要用标凯体 你要用标凯体建议是用 例如说他这边不是有很多 很多种字体吗 我不知道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这么多这种什么王汉宗明什么祝音啊 还有什么卫卑历书啊 你看一下改成历书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 你希望有这些字体吗 不希望就算了 希望嘛 好希望 那其实这是可以去下载下来的 好 那而且这些字体它是免费的 不然你想源自大学 他怎么可能去使用那个付费的字型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了 这些就是王汉宗先生 目前好像还在官司诉讼中 就是因为说他提供免费中文字型给大家来去使用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重点是你的电脑 因为我们现在这台电脑是不是有王汉宗的这个隶书 好那可是你的办公室里面电脑可能没有这种字体 可能没有这种字体 那如果你有想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上网去问一下Google大神 如何去下载这个王汉宗这个字体 好可能我会放在进阶里面 我再花时间来去教这一段 你们到时候再去观看 那在这个地方请注意哦 请注意我们所有的字体要一致要统一 不能这张投影片有标开体 又有字型 那个这种字型 微软正开体 所以要怎么修改变成一致的字型 这样做 这我们就要介绍到母片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检视投影片母片 投影片母片里面 我们可以针对刚刚我游标 他所使用的是这一张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的字型 我可以去设定 设定为微软正黑体 跟微软正黑体 如果你设成微软星系名体 上面是星系名体 下面也是星系名体 这个微软正黑体的意思就是 上面是正黑体 下面也是正黑体 好点一下它 那请问一下这个标题页 这个标题页 你是不是也想要修改 所以建议你是修改 母片里面最大的这一张 所以点它 最大的这一张 然后请把这个字型 字型改成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然后关闭母片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请问这张投影片标题 本来是星系名体 现在是不是改成微软正黑体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一个它还是维持原创 因为我们刚刚有手动调整 反手动调整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必须要去还原 怎么还原呢 滑鼠右介 叫做重色投影片 重色投影片 哇 这个字型它没办法帮我重设 这个字型它没办法帮我重设 好 但是当我今天我没有设 我没有设像这没有做修改的 它就会帮我统一设成 这个就是微软正黑体 好 所以麻烦请你们动手做修改 一字性 字型的设计 一点选 检视 二投影片 某片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麻烦选择 这个字型 改成 这个 微软正黑体 如果里面的数字 英文字 它都用 中文字 标题中文字 用微软正黑体 次标题文字 项目文字 它用微软正黑体 然后接下来点选 关闭每片解释 你就会看到 例如说这一页 有看到吗 微软正黑体 这些全部都是微软正黑体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就麻烦请你们修改 修改我们的字型 如何让字型变清楚 所以第一件事情 要麻烦请你们 去逐项的修改字的颜色 那 第二件事就是 当你今天想要把一字性 改成比较 就是一字的内容 例如说都是微软正黑体 那你就要透过 某片子去做修改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三个小时的内容 可能要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 我们稍微快速的步行一下 我们从早上开始 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你应该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简报制作的观念 交给各位 然后希望你们从这些简报的内容 学习 未来能不能把一些 本来都是放文字的简报 改换成图解释的说明 让别人喜欢看我们的简报内容 那我们暂时可能要再自行这一块到一个段落 然后下午我们应该是1点钟上课 所以请各位你要把握一下时间 就是吃完饭 稍微回来教室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1点继续上课 因为准时上课 我们就可以准时上课 好 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下午1点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像突然之后 我们会有那么多5分钟 欢迎订阅 请 nostra